皮须失重 为什么会导致下胶失热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经常看到评论区里有的朋友说自己的皮须失重的问题 说这个舌头啊 舌苔是白的 皮须 士气也有 那你说这个不应该是寒食吗 为啥过了没几天这个舌根呢又变黄了 我相信有这种疑问呢 还不止这个朋友一个 今天呢 我们就详细的聊一聊 来挑了一张舌头的照片 来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像这个舌头呢 首先是一个胖大 整体看上去跟个面包 另外这个舌质是偏淡 从这地方看 舌苔呢 后 舌边呢 还有这一圈的齿痕 经常看我的视频呢 都知道综合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皮须失气重的情况 像这种舌头的人呢 会有什么表现呢 平常身体发沉 这个肩膀呢 像卡那个水桶似 尤其是双下肢呢 特别沉昆 头面呢 油腻 总觉得不清爽 乏力不想动 消化呢 也不好 小便呢 也不好 大便粘腻 有的呢 还出现这个粘腻的大便 也排便困难 另外呢 你看这个舌头 整体看起来是白 白呢就是寒 这是寒相 所以呢 平时呢 还容易出现四肢发冷 有的呢 还出现这个腹部特别发凉的 这个情况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肾 根部这一块 这一块呢 和别的地方 不大一样 这一块是黄 还比较厚腻 厚腻的更重 里面呢 还有这个小点点 这些小点点呢 是红色 这说明是 下胶的湿热的表现 所以呢 它平时还出现这个腰腹疼痛 小便发黄 排尿灼烧 大便艰难 女性的话呢 有的时候还容易出现这个白带异常 发黄 男性的话呢 可能常常是阴障潮湿 有的还有这个早些一惊的情况 讲到这里 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那怎么又是寒又是热呢 其实啊 这也是一种寒热挫达的表现 主要是脾胃气蓄是湿气导致的 那为什么脾胃气蓄会导致下胶的湿热呢 首先这个脾啊 是主消化管吸收的 脾一虚了 这个水湿藏在脾胃 一般人发现不了 又没有及时的去清除这些水湿 那这时候呢 脾胃的水湿呢 承受不了这个湿蟹呢 就往下走 因为这个湿蟹就下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呢 湿蟹从中胶预渡到了下胶 继续堆积 这个时候呢 会更多的这个水湿 湿热升潭 潭堆积多了呢 容易化热 这个是下胶湿热 因为再加上呢 下胶本身这个肾呢 是一个水火之灾 就是说肾气旺盛的时候 被湿蟹所蒙 这个时候呢 热气欲望外突而扑不出来 就出现了这个热的情况 就像这个点 这些点呢 是肾气的原因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我们可以参考深入白猪伞 来健脾出湿 再搭一个发症伞颗粒 来清热通灵 这个是一个专门清理下胶湿热的一个药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啊 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这面请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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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